今天煮這個鹹牛肉茄子 第四味鹹牛肉菜 今天會煮完 煮這道菜沒什麼特別 最重要是看鹹牛肉有沒有發毛 因為放了那麼久 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應該用碗或碟放 不應該放在罐頭上 不過我打算很快就吃完 誰知道吃了那麼久 看上去都沒有發毛 因為這些東西都放了很多添加劑 不是那麼容易發的 用它來煮茄子都蠻適合 因為它是肥腾腾的 又有些粉煮出來是結塊 都蠻好 第一樣東西就 弄到它 碎濕濕 因為我不想煮太久 又不想分開煮 我想和茄子一起煮 所以就 先走碎它 先讓它受火一點 它現在硬滑滑 如果你煮得久 它就變成像肉醬一樣 差不多了 然後做蒜蓉 蒜蓉 配這些肉碎也挺配的 切好 切好茄子就煮得了 茄子呢 我就打算切 短短的條 這麼短 好了煮得 因為煮茄子 怎麼都要放這麼多油 燒熱些 燒熱些 茄子的紫色那些 會漂亮些 由深紫色會變成 淺紫色 如果煮得好的話 看看好不好 如果用油炸 就鮮紫色的 大家吃過煎釀三寶 就見過了 鮮紫色 用水煮也會 但是現在用這樣 這麼少油呢 就很容易會變 啡色的 好 差不多了 這樣就 都是大火的 攪拌一下 接著就 下蒜蓉 那些蒜蓉呢 我就特意現在下的 因為它爆它呢 如果用油爆它 就比較複雜 所以我選擇就不爆香它 然後下肥油碎 兜開 然後茄子還未淋 下一點水 幾湯匙左右 蓋蓋 蓋蓋 中火 兩分半至三分鐘 如果想淋到一坨東西 就三四分鐘 少少淋就兩分半至三分鐘左右 大家見我都沒有下調味的 我打算弄好才下 下什麼調味隨意 因為它有 它有鹹牛肉 就有回不上一鹹 我打算就下豆瓣醬 一會兒下 結果 你看一下看它看起來 看起來再看起來 還不是很 한다 分半小時便夠了 Gonna if iия 因為鹹牛肉鹹的,加少許糖 鹹牛肉有粉,連茄子 真是一坨東西 都軟了,我感覺到都很軟 很有趣,平時就 茄子要三分鐘,現在加了鹹牛肉就短些時間 我剛剛想到為什麼這麼快 因為這次切了一個尺寸,比較幼 這道菜過來送飯都不錯 顏色多漂亮,這個紫色 就是我想要的紫色 拌飯吃一流 先嘗嘗,這道菜我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鹹牛肉有粉 你說很好吃又不是的,不過 很夹,過來送飯都可以 我真的切得比較幼條,如果大家切粗條 就兩分半至三分鐘左右 所以從今天開始吃了這道菜 有症猛的水 也要來十分補充 我會想要一段時間 總共會想要一段時間 我們會想要一段時間